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JChannel,我是主持 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泼水节活动期间 7公里弹词各大宝可梦的对应付出几率吧 稍微先提醒一下大家 泼水节活动在5月12日的时候已经正式开跑了 然后活动会维持至5月20日为止 那具体详情的话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向前来寻找之前泼水节活动相关的影片来查看 废话不多说,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目前收获到的7公里弹词资讯 根据目前资讯指出,总共腐化了29颗的7公里宝可蛋 其中目前最容易腐到的有可达牙 总共腐到7只,腐出率为24.1% 水月鱼,然后小球飞鱼方面都腐到6只 辅出率为20.7% 筹筑鱼方面辅到4只,那辅出率为13.8% 再来陆利利方面只出现3只,辅出率只有10.3% 而目前泼水节活动期间的7公里弹词最难辅出的有3只 其中包括海星星,珍珠贝以及硅脚胶 那目前都只出现了各一只,辅出率只占了3.4% 当然啦,由于目前资讯有限,然后活动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根据目前资讯只指出辅出29颗的宝可蛋 结果来看的话呢,准确率也不一定会太高 所以这方面的资讯仅供大家参考一下就好了 好了,以上就是有关目前脱水节活动期间 7公里弹词里面各大宝可梦的辅出几率 希望各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助大家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,影片最后言论仅供参考 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 喜欢我们的影片,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,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需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,拜拜